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《狼牙榜》里的争斗中心,梅长苏和梁蒂之间的复仇,可以说里面的每个角色都不是愚笨之人,而到最后很多人都被牵扯了进来,只有这一个家族置身事外,他们就是出过三位帝师,两位宰府的严氏一族,严缺刚出场时是一个喜欢求仙问道显散侯爷,就连过年也是在道冠里度过, 表面看和严玉金的关系很冷淡,而严玉金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欢玩乐的花花公子,但其实他们的真正面目不是这样的,严侯因为当年的赤燕案,怕被梁蒂猜疑,所以才装成一心向道的样子,而在这么多年里,他无时无刻,都想杀了梁蒂,而他和严玉金看起来冷淡,可能是因为严侯一直想着复仇, 而且不想让玉金也卷进来,保持冷淡是最好的保护方式,而玉金虽然看起来花花公子,但心思乐观通透,他是第一个看出来梅长苏辅佐晋王的人, 在后来梅长苏表明代表晋王想请严氏一族帮助时,玉金对严侯说,父亲做任何的抉择,孩儿都会跟随,之前玉金在县府时,严侯也不顾生命的向闯入旧人,可以看出严氏父子感情其实很深厚,看待事情非常透彻,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 这典子我们有适用应该如何 看起来的 看,副解读,还好